如果世界上会有一个声音是能让人瞬间变得安静 那就是邓丽君的声音 但是可惜的是1995年5月的某一天 年仅42岁的邓丽君在泰国去世了 这个消息令整个世界都灰暗了一段时间 因为从此乐坛中就少了一位歌声美妙的女神 邓丽君的声音 邓丽君曾经统治了整个乐坛 而他的好姐妹林青霞则称霸了整个影坛 在那个时代 他们俩就是不可缺一的两位大美人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像麦芽糖一样整天黏在一起 前段时间被曝出邓丽君有个私生子 而这个私生子一直都给他的好姐妹林青霞一直抚养着 这会是真的吗 小编带你来了解一下 据了解 小时候邓丽君和林青霞是读同一所小学 林青霞更是邓丽君的师妹 这个小师妹从小就崇拜着邓丽君 之后他们两个进入了娱乐圈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们两个终于相遇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一见如故的原因吧 他们消失之后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我们都知道邓丽君有许多的经典作品 那些作品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虽然邓丽君在事业上是很成功 可是他的感情道路上面确实有点坎坷 据说到林青霞和邓丽君曾经因为秦祥林而吵过架 三人之间陷入过一段时间的冷战 因为邓丽君选择了友谊 他们的感情才慢慢地缓和起来 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传言 说成龙与邓丽君有一个私生女 而这个私生女已经被好姐妹林青霞抚养成人了 后来证实这只是一个谣言 有一点是没有错的 成龙确实跟邓丽君谈过恋爱 但是因为性格不合的原因 他们很快就分手了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 祖籍中国河北省邯郸大明县 中国台湾歌唱家日本昭和时代代表女性歌手之一 2018年是台湾著名歌姓邓丽君 第名单65周年 台湾邓丽君的歌迷都用着各自不同形式的纪念 这位一代歌后 有人说邓丽君唱的歌是文明世界的 他的事业上是很成功的 但他在爱情的世界却并不那么美丽 终其一生都没有一个爱的归宿 事实上邓丽君不是没有恋爱 但他的爱情也是非常丰富 在他40年的生活中 他就有6位至亲至爱的男朋友 第一段恋情是他18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男朋友叫林振发 林振发生活于吉隆坡 吉隆坡大东亚造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业余齐者 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城的侄儿 比邓丽君年长5岁 2009年 因邓丽君画传作者施永刚出道了邓丽君的初恋 而成为年度新闻热点 据邓丽君胞弟邓长喜说 林振发是马来西亚华侨 家里在当地也是蛮有实力的一个家族 曾与邓丽君热恋 更一度表示要结婚 但1978年 林振发心脏病突发 在新加坡去世 当时他英年早逝 去世的时候不到30岁 那时候邓丽君因为失去他 哭倒在墓碑前 话说林振发追求邓丽君也是很用心 邓丽君在吉隆坡登台表演时 他发现连续三天前三排的观众面孔东很熟悉 后来询问后才知道 这些观众竟然没有变过 林振发特地花钱包了前三排 然后邀请亲朋好友来给他捧场 邓丽君唱45天 他就整整包了45天 邓丽君也曾经公开承认过 他说林振发是他的初恋情人 而且这辈子他非林振发不嫁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 林振发早逝 孙靖一 日本著名演歌歌手 有演歌天王之称 是邓丽君的第二任男友 或许是因为异国的文化观念 使得这段爱情不能长久 仅仅三个月就分手了 他的一首《金上甲》获得当年的日本唱片大奖和日本歌谣大奖 并在年末的第25回《红白歌合》战中 首次担任全场压轴 此举后来被邓丽君翻唱成中文版 并在华语圈广为传唱 秦祥林1948年5月19日生于南京 祖籍湖北黄港 在香港长大 香港演员 在三厅电影时代 与秦汉 林凤娇 林青霞 有绝佳感人的表演 被称 二秦二林 据说是这段恋情只维持了半年多 一年后 秦祥林就同林青霞订婚了 但是这段恋情是传出来的 具体是真是假 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 成龙 成龙大哥 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 1979年底 邓丽君遇到了人生的低潮 所以他放下一切 到洛杉矶去学习 在这里 他遇到了成龙 成龙对其有爱慕心 可是成龙大哥又比较大男子 迟迟不敢说出他对他的感情 直到最后一天在酒店房间休息前 邓丽君轻轻地一个吻别 让成龙高兴地跳起来 此后他们很快超越了友谊 发展为恋爱关系 然而成龙的年轻气盛 导致邓丽君忍无可忍 他喜欢扮演大哥的架势 俩人最终因性格不和而分手 郭里成 马来西亚国籍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现任家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家里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郭里成的恋情 是最令邓丽君心伤的一段往事 邓丽君好友郭里成与邓丽君之恋 香港资深于季和江西向网易娱乐独家提供一组 他在经历感情创伤后所拍摄的照片 他透露 当年邓丽君之所以已退婚结束这段感情 是因为他不想接受三个苛刻条件 即提出详细的身家资料 停止所有歌唱演艺事业和演艺界断节来往 和所有男性友人划新界限 保罗是邓丽君最后的情人 在1990年邓丽君在法国旅游定居 然后遇到了他最后的情人 法国摄影师保罗 那个时候邓丽君已经37岁了 而保罗才23、24岁 个性任性有点孩子气 但邓丽君十分照顾他 意见不合时也让他三分 然而邓丽君病情复发的时候 保罗却因外出而耽搁了邓丽君治疗的机会 邓丽君去世以后 他的三哥非常痛恨保罗 甚至想要动手打他 邓丽君出殡之前 他的三哥本允许保罗出席 然而到了出殡那天 保罗竟然真的不见踪影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喜 连忙打电话给保罗所住的酒店的经理 后来经理告诉他 保罗已经醉倒在床上 和保罗的恋情长达五年 在该结婚的年纪却去世了 邓丽君曾经说过 他想在42岁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托付给另一半 但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邓丽君虽然不在了 但是邓丽君的歌声 仍然在大街小巷上蔓延 他还活在人们心中 人们难忘他 且怀念他 邓丽君的存在就犹如美国的杰克逊 对于许多网友来说 虽然从来都没有见过邓丽君 但是对邓丽君是非常感兴趣的 毕竟邓丽君是中国的第一个歌后 相信许多人对于邓丽君的死 都是觉得十分可惜的 毕竟才40多岁就去世了 那么就会有网友问了 邓丽君有孩子吗 邓丽君曾经结过婚吗 相信许多网友对于邓丽君的印象 就是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甜蜜蜜 千言万语等歌曲 是邓丽君的代表作 也是能够流传至今 影响至今的少数歌曲之一 邓丽君在1967年时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并且由此开启了邓丽君的传奇之路 凭借着晶晶让邓丽君在台湾成名 而千言万语等歌曲 则是让邓丽君火遍东南亚 传奇巨星邓丽君有孩子吗 一直是众多观众所关心的问题 但是至今都没有有关邓丽君后代的消息传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